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来学习计算机的总线 从章节导学我们知道 总线它是连接计算机不同设备的一条数据线 那么在这一节课我们将对这条总线进行所有的学习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附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总线的该数 第二个部分是总线的仲裁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这个总线的该数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将会首先了解总线它是什么有什么用 接着我们将会了解总线的分类 首先我们来了解总线它是什么有什么用 我们从生活中最常见的一个例子开始 这一个相信很多同学都有所了解 它的名字叫USB 大家都知道它叫USB 但是应该很少人知道它实际是什么意思吧 USB是不是USB的意思呢 当然不是 USB它具体的名字叫做Universal Serious Bus 也就是说它也是一条总线 它的中文名字叫做通用创行总线 联系一下生活实际 这个USB总线它有什么用 首先呢它提供了计算机对外连接的接口 我们的鼠标键盘 一般情况下都是通过这个USB来连接计算机的 同时呢它还提供了不同的设备都可以通过这个接口进行连接 可以看到我们平时生活中 鼠标 键盘 外置硬盘 U盘等等的设备都可以通过这个USB接口来进行连接 所以呢这个USB可以连接不同的设备 还有呢就是这个USB它可以成为连接的标准 促使外围设备的接口的统一 那么如果没有USB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我们的键盘 我们的鼠标和我们的U盘都是不同的接口 如果是那个样子的话 那么计算机对外的接口就很多了 所以这个USB总线它升级为这个连接的标准 有助于外部设备的接口统一 那么这个总线的分类除了这个USB 还有哪些常见的总线呢 有这个PCI的总线 那么这个PCI呢 我们平时说的外置显卡 就是插在这个PCI总线上面的 还有ISA总线 这个PINI总线 那么这个PINI总线呢 是我们苹果电脑的一个总线 还有别的一些总线 在这里面都不再展开了 总之呢 这个总线就是为了解决 不同设备之间的通信问题而存在的 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图示 来理解总线在计算机里面的重要作用 假设 假设在没有总线的时代 计算机的五个主要的设备 输入设备 存储器 预算器 控制器 与这个输入设备 它们各自呢 都需要连接一条线 分散的连接 非常的麻烦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新增了一个输入设备的话 那么新增的输入设备 又需要连接到 存储器 运算器 控制器里面 那么这样子呢 就会导致 接送机里面的线路 非常的复杂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有了IO总线 那么这里面的结构 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如果有了IO总线 那么我们的输入设备 以及输入设备 都可以直接的连接到这个IO总线上面 然后总线的另外一边呢 我们可以直接连接这个存储器 计算器和控制器 使得计算机里面的整一个线路的结构 变得更加清晰 更加的容易梳理 那么这个呢 就是总线所带来的最大的变化 好的 了解了总线 它是什么 有什么用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来了解 总线的分类 从分类去看这个总线的话 总线呢 主要分成两类 分别是这个片类总线 和这个系统总线 什么是片类总线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对于片类总线 它主要是在芯片内部的总线 假设这个是CPU 那么在CPU里面呢 也是有相关的总线的 这些总线呢 连接高速缓存 和这个运算器 以及这个中等系统 那么芯片呢 通过这个片类总线呢 就可以简化内部的电路结构 总的而言 片类总线就是芯片内部的总线 它呢 可以连接芯片里面的 寄存器与寄存器 片类总线呢 也可以连接寄存器与控制器 运算器之间的一些设备 还有这里面提到的高速缓存 等等的一些需要传输的设备 总的而言呢 片类总线就是高级程度芯片内部的信息传输线 使用这个片类总线 可以大大简化芯片里面的电路结构 了解了片类总线 我们再来了解系统总线 对于系统总线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我们前面所提到的USB总线呢 就是属于系统总线的一种 那么对于系统总线呢 它就是连接计算机外围各种设备的一条总线 包括这里面的CPU、组存、硬盘、IO设备、USB插槽、PCI插槽、显卡、生卡等等的一些设备的一条总线 那么这一个呢就是系统的总线 那么系统的总线呢 它总的而言可以分成三类 分别是这个数据总线 地址总线 控制总线 那么这里面提到的数据总线 地址总线以及控制总线 它们有什么用呢 我们就再来简单的了解一下 首先是这个数据总线 那么对于数据总线呢 总线的位数一般呢 和这个CPU的位数是相同的 比如说32位或者说64位 数据总线呢 它是双向传输各个部件的数据信息的 同时数据总线 它的位数是这个数据总线的重要参数 也就是这里面提到的32位或者是64位 如果说这个总线是32位的话 那么它一次就可以传输32位四个字节的数据 如果它是64位的话 那么它一次就可以传输64位 8个字节的数据 了解了数据总线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地址总线 那么地址总线呢 是用于传输数据的地址而使用的 那么在这里面地址总线 就是用于数据的寻止而使用的了 那么对于这个总线呢 如果说地址总线的位数有n个 那么它地址总线寻止的范围 就有0到2n这么大的一个范围 所以地址总线它是指定原数据 或者是目的数据在内存中地址的一条总线 同时呢这个地址的总线的位数 与这个存储单元的位数是有关系的 接着我们再来看控制总线 那么对于控制总线呢 它主要是用来发出各种控制信号的传输线 控制信号一般由控制总线 从一个组件发到另外一个组件 比如说从CPU发送到键盘 从CPU发送到组存等等的 都是控制总线所做的工作 控制总线呢可以监视不同组件之间的状态 比如说我键盘是否就绪了 如果就绪的话 那么就可以启用它作为这个输入设备 好的 那么这些部分呢 就是我们这节课第一个部分的内容 总线的概述相关的内容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第二个部分的内容 第二个部分总线的仲裁 那么在这一个部分呢 我们将来首先了解 为什么需要总线的仲裁 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 总线仲裁的方法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 为什么需要总线的仲裁 对于总线的仲裁 在这里面举一个例子 假设在就算机里面 主存呢需要跟硬盘和这个IO设备 交换数据 那么这个时候硬盘和其他的IO设备 都已经就绪了 那么总线应该由硬盘使用 还是由这个IO设备来使用呢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没有一个第三方的仲裁器 来解决这个矛盾的问题的话 那么这样子将会引起设备之间的冲突 所以这就是仲裁器存在的理由 仲裁器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解决不同设备 使用这个总线的优先顺序的一个设备 好的那么这个呢 就是为什么需要总线仲裁的理由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总线仲裁的方法 那么在前面我们也介绍了 为什么需要总线的仲裁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再次强调一下 那就是总线的仲裁 是为了解决总线使用权的冲突问题 好的大家需要记住这个点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将会学习总线仲裁的三个方法 首先第一个方法是练式查询的方法 第二个方法是计时器定时查询的方法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总线的独立请求的方法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练式查询 那么对于练式查询 假设这里面有这个设备一 设备二和设备三 那么这三个设备呢 都是通过总线与这个系统总线进行连接的 除此以外 还有一个仲裁控制器 那么这个仲裁控制器呢 与这个设备一 设备二设备三呢 是通过这个仲裁控制线连接起来的 对于练式查询呢 总线的使用权的信号呢 就是通过练式连接设备一 设备二和设备三的 也就是这个样子 假设设备二需要使用这个总线 那么设备二呢 就会通过这个仲裁控制线 向这个仲裁控制器 发出这个总线使用的请求 那么仲裁控制器 在拿到了这个请求之后呢 它就会发出这个允许使用的这个信号 这个信号呢 首先会通过这个练式进入这个设备一 如果设备一不需要使用的话 那么再来到这个设备二 那么设备二拿到这个信号之后 就可以使用这个总线了 但是呢 在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 假设这个设备二呢 它发出了这个仲裁的请求 同时呢 这个设备一也发出了这个仲裁的请求 那么对于这个允许使用的信号 那么这个信号将会首先到达这个设备一 也就是说 这个设备一呢 它将会优先的取到这个总线的使用权 那么这个呢 就是链式查询了 好的 接下来简单的回顾一下链式查询 那么对于链式查询呢 它的好处就是电路的复杂度低 仲裁的方式简单 那么对于电路的复杂度低 我们前面可以看到 这个设备一 设备二和设备三呢 都是通过一个串联的电路连接起来的 同时呢 这个仲裁的方式也非常简单 那么坏处呢 就是优先级低的设备 难以获得这个总线的使用权 那么这个设备的优先级 就体现在这个链式查询里面的先后顺序 比如说 刚才的图里面 设备一的优先顺序 就会比这个设备二的要高 同时呢 设备二的优先级 也会比这个设备三的优先级要高 所以在这里面 就会有存在这个优先级低的设备 难以获得总线的使用权 接着是第三点 那就是链式查询呢 它对电路的故障比较敏感 对于第三点呢 其实了解物理上的串联电路的 都会理解这一点 在这里面就不再展开了 接下来了解第二个方法 计时器定时查询的方法 那么对于这个方法呢 总线的仲裁控制器 会对设备进行编号 并使用技术器累计技术 其次呢 这个控制器在接收到仲裁信号之后 会往所有的设备发出当前的技术值 当这个技术值与这个设备编号一致的话 那么这个设备呢 就会获得总线的使用权 我们接下来通过刚才的图示 来理解这里面的计时器定时查询 那么对于这个计时器定时查询呢 仲裁控制器与这个设备一 设备二和设备三呢 它们都是分别连接的 同时对于这个仲裁控制器呢 它本身还有一个技术器 在这里面这个技术器是一 假设在这个图里面 设备二需要使用这个总线 将会通过这个仲裁控制线 往这个仲裁控制器发出这个请求 这个时候仲裁控制器 就会把当前的技术器的值 发送给所有的设备 所有的设备呢 都会接收到这个一这个信号 但是呢 在这里面设备一 它实际上是没有发出这个请求的信号的 所以这个时候仲裁控制器 发出的一信号是没有用的 那么接下来呢 仲裁的控制器还会发出这个二信号 那么对于二的这个技术值呢 就与这个设备二相等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设备二呢 就可以获得这个总线的使用权 同样的在下一期请求当中 假设这里面设备三 往这个仲裁控制线 发出了这个请求 那么这个时候仲裁控制器呢 就会把这个技术器加一 同时往所有的设备 发出这个技术器的技术值 那么当这个技术值 与这个设备三相等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设备三呢 就可以获得这个总线的使用权 好的 了解了计时器定时查询 我们接下来再来了解 独立请求的这个总线 仲裁的方法 那么对于独立请求呢 每一个设备就会有 总线独立连接到仲裁器里面 同时呢 设备可单独向这个仲裁器 发出请求和接收请求 并且当同时 收到多个请求信号的时候 仲裁器有权 按照优先级分配使用权 那么这个时候呢 总线仲裁器的连接 可能是这个样子的 在这里面 设备一 设备二 和设备三呢 可以独立的 向这个仲裁控制器 发出请求 以及独立的接收 仲裁控制器所发送的 允许使用总线的信号 那么对于这个独立请求的方法 好处就是 响应的速度快 那么优先顺序呢 也可以进行动态的改变 也就是说 不同的时刻 这个设备的优先顺序 可以动态的进行变化 坏处就是 这个独立请求的话 设备的连线多 同时 总线的控制 较为复杂 当然了 在这里面的复杂 也是相对前面的两种方法而言的了 最后 简单的回顾 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有两个部分 分别是 总线的概述 以及 总线的仲裁 对于概述的部分 我们了解了 总线是什么 有什么用 以及它的分类 而对于这个总线的仲裁呢 我们了解了 为什么需要 总线的仲裁 以及仲裁的方法 好的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